与比鲁斯一起回到第七宇宙 维斯发现他的破坏神证坐在一个树桩上 比鲁斯大人 您还好吗 从会议结束后 您就一直坐在那里 已经待了好几个小时了 你想说什么 维斯 我只是在享受片刻的平静与安宁 真是这样吗 但是我好像看到 您并没有多享受的感觉 比鲁斯承认了这一点 说实话 我觉得这有点太安静了 或许 我已经习惯了 往日在这里的那俩白痴 他们只是您取了的需要 不是吗 尤其是悟空先生 像个孩子般如此笨拙和松懈 说到悟空 你认为 他会如何处理破坏神工作 他是那种怎么说 他都无法摧毁任何东西的人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他将如何处理 像这样的职位所需的 所有困境和道德冲突 有一件事 我可以肯定 他的方式肯定会不一样 比鲁斯大人 您是担心这个吗 我会担心他 不要胡说八道了 维斯 我最多只是好奇 我要利用这难得的宁静 小睡一会儿 一个月后叫醒我 等我醒来 就去地球吃美食 乐意效劳 比鲁斯 比鲁斯也想不到 自己竟然会在这里浪费时间 为一个白痴人类考虑 看起来 我最终比自己想象中的 要更加在意 第二天 经过一夜时间的休息 悟空开始接受巴朵斯的训练 以掌握他作为神的毁灭之力 训练的第一步 是获取你体内的破坏能量 悟空问道 那我该怎么做 巴朵斯小姐 实际上 提炼这种能量分不同的层次 随着您获得更多使用他的经验 您可以通过这些阶段成长 对于一切的开始 你需要做的是感受破坏所必须的感觉 感受 悟空问道 我可以通过感受获得这种能量吗 简单地说 是这样 当你正在破坏某物时 例如愤怒之类的感觉 在你体内流动 是很自然的 悟空明白了 这很简单 当我变成超级赛亚人时 我就已经是这样了 巴朵斯笑悟空 有点天真 事情并没有真简单 悟空大人 您不能单纯地咬牙愤怒 他必须被引导需要一种 对纯粹破坏的独特渴望 你必须摆脱你思想上的任何犹豫 而且你要一心想着毁灭 悟空想起了一件事 被吉塔告诉过我 比鲁斯大人 在叫他破坏时说过这样的话 巴朵斯认为 最初的方法可能相同 但结果不会相同 被吉塔先生只是一个凡人 凡人所能做的 就将那种能量模拟到 能够使用破坏的程度 这是直接来自他的技术 但无论如何 这只是一个有限的模拟 永远无法与破坏神的破坏力 相提并论 悟空笑道 我不懂这些 巴朵斯继续说道 我认为您会在实践中会更好的理解 试着我所说的做吧 悟空照做 巴朵斯命令悟空停下来 您使用只是普通的气 并不是毁灭能量 悟空有点困惑 真伤脑筋 我明明已经释放了我所能感受到的愤怒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巴朵斯小姐 巴朵斯建议悟空冥想 悟空不懂 巴朵斯继续解释 通过冥想 您将能够在你的身体中找到破坏能量的来源 在这样做时 请尝试熟悉它 悟空盘腿坐下 我不知道我是否理解得很好 倒我会尝试的 巴朵斯在一旁开导悟空 现在专注于你的心灵深处 试着感受你所有的气 以及所有形式的能量和感觉 渗透你的身体和心灵 您肯定会发现 在他自己的内心 一个负能量的来源 可能是在你生命中最黑暗的区域 当您找到这种能量时 触碰它 它就会让自己成为你的力量 但要非常小心 因为如果你的意志力很弱 它就会吞噬你 当悟空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周围一片黑暗 这一定是巴朵斯小姐所说的地方 这个地方太阴森了 我真不敢相信 自己内心还有这种地方 悟空再次进入冥想 现在我必须找到那股负能量 找到了 悟空发现了一个旋转的球体 所以这就是毁灭能量 好冷 感觉离它越近越刺骨 不管了 开始融合 这是什么感觉 我这辈子都没有感受到过如此愤怒 我这是怎么了 悟空大喝一声 你吞噬不了我的 我要征服你 让你变成我的力量 在外面的巴朵斯 一直都在观察着悟空 他能成功吗 还是说被吞噬了 悟空竖起大拇指 我得到他了 巴朵斯向悟空道喜 您的培训的第一步已经完成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